通常是去點這輛車 除了我們是挺一下我們台灣自己自創品牌 台灣自己的電動車 不是國內組裝車的啦 駕國產車 這輛現在叫做電視覺啦 我們希望可以由它開始再重新搞回過去的榮耀 發光發熱啦 去點這輛這輛鴨甯的時候 我自己也想要了解一下 它到底它的意思是怎樣 有人去排庭 有人去這輛店代言啦 我希望今天可以為納智爺有一點點貢獻 為台灣有一點點皮毛的貢獻 HOW 大家好 我吳甲汽車 豪哥阿豪 你們眼睛認真瞄一下 納智爺N7破紀錄的啦 我說真的啦 納智爺可能也沒有想到 有今天就這樣 鹹魚大翻身啦 台灣Lazos這個品牌 就是納智爺啦 他從一直做這家 顏老闆走了 這個好像也都沒有賺到什麼錢 現在把它跟店連結在一起 現在這電視鐵跟鴻海用這輛車 它的訂單已經快一萬張了 包含蓋也沒車 總共九千幾張啦 現在已經彌補到 它現在停止收單了 你要去新車公司 要把新車 不好意思 不要讓你聽了啦 做不完啦 它現在就是給我們這輛 第一批純電代言人 對對對 說一下什麼叫純電代言人 當初我們就是有1千塊的 會員機制 你可以享有第一批純稅板 99萬9千塊 這輛專心的電動車 靠北咧 你娘真的 這你還不知道人家買 我也沒辦法啊 電動車沒有你想的那麼貴了 也沒有你想的那麼可怕 陶哥 我塞特斯拉 整整這一年多來 歸不去啦 我可能這輩子 很難再開到油車了啦 真的啦 有很多很多的感觸啦 到時候你如果真的有喜歡 我們店現在電動車 很多車 你來我比較好 跟你講解這個個人的心理感受 好啦 第一批純電代言人 一喔 他回歸到正常啦 就是 109.9 也是又很速的 別讓我這樣測過 比較沒有到百億萬一隻電動車 馬力230匹 扭力34公斤米 續航里程 5805公里 有夠多的多了 看這個 車頭要5分 是不是整個就是電動車的感覺 就是充滿 科技感啦 沒有什麼水箱護照的 這種設計了啦 然後 這電動車現在都設計了 像烏輪葉片的感覺 122車3的版本裡面喔 純粹版最多了 但是純粹版的感覺 這件是最好看的 你們認真去網路上抓一下比較 這隻啊 全新的啊 今年的3月份 普查 上禮拜剛才那天 下到我車的時候 我是用拖車來到現場這邊 我連開都捨不得開 我希望它就是 遠遠粉粉的一隻電動車 不是給人 我來試駕啦 我來去操一下它的高速 你要試車去新車公司試啦 新車公司 起那定期你就可以試車了 我要這隻的目的 是為了台灣之光嘛 香港的電動車 將兩隻電動車 純粹版本 用來自家製造型的 來自家製造型的 用來自家製造型的 將它比較新的 爽造型的 防具 河 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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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这次我自己也想要了解一下 杨茜茜茜 Singapore 杨茜茜茜茜 at dem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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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Af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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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 hacked 杨茜茜茜茜茜茜 database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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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ynt youtuber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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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都只零9.9,加10萬元 我希望我做這個動作也是有一點回饋 我賣錢也不是交本錢的賣錢 我再強調的是5月他才能夠再收你的訂單了 預計到年底才有機會再叫車 我再猜90%是交不出來 我這支你不用等了,里程數5公里 拍個小影片有一點點貢獻 當然我們也有一點點利潤 說太多了,也僅此一台 如果有喜歡我們這一台N7 剛好你也有這個需求 你今天看的五甲汽車這支影片 也就表示說你等同是我們的審司 他就回饋給我們的廣大的審司 那最後喜歡的話在我們影片下方點個讚 然後訂閱開啟小鈴鐺 讓我們五甲就知道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掰 二手好車,盡在五甲汽車